2022年11月1日,大脚星人理事会,2022年11月能量,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们所有人在一起,告诉你们即将到来的11月的能量。 这些能量正从整个银河系的各个点进入,因为你们的银河系家庭非常希望将人类带到折叠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需要这一系列的升级,与11月的能量一起到来。 这些对你们七个主要脉轮的升级将允许你们进入更多的光体,这些升级将为你们准备好与你们在觉醒状态下所拥有的物理外星人进行全面的地球外接触,他们也将成为你们所有人主动行动的催化剂,采取你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开始以你们想要的管道生活。 这是另一个完全开放的外星人接触难题。 人类必须从局限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从自我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你们必须愿意冒险过上你们知道自己想要和值得的生活。 11月的能量会有所帮助,因为他们会非常支持你们,他们会给你们想法和直观的点击, 激励你们按照你们很久以来一直想要的管道前进。 现在是时候了,时间到了,当你们向这些能量敞开心扉时,请记住它们是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你们会感到一种改变生活的冲动。 你们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内在的东西,但是11月的能量将启动你们内在的东西以使你们的灵性发展和进化的下一步更容易。 正如我们所说,你们在进入银河系社区时受到了极大的支持, 你们被召唤加入我们这些存在于其他恒星系统中的人,你们被要求站起来迎接你们的身体健康家庭,这是你们所有人好好照顾自己,放松和释放这些能量的美好时光。 当然,这意味着要注意你们的感受和你们身上携带的东西,这可能会封锁能量毫不费力地流向你们和通过你们,所以总有一些事情需要你们去做,以打开更多的空间,成为你们身上能量的合适容器。 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步骤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需要做实吗? 希望这将成为你们采取这些步骤的催化剂,照顾好自己也表明了身体领域中的外星人社区,你们正在从更高的意识水准运作。 我们期待着见证你们如何吸收这些11月的能量,以及你们利用它们的方式。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11月1日,扬声大师圣哲曼用迂转变的紫罗兰火焰传导Valley Donner,一折扬声传导。 尊敬的地面部队,当我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圣哲曼大师热情地来到我身边, 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你们好,我是圣哲曼,我是紫罗兰火焰的大师。 我给你们带来了紫罗兰火焰来进行转化,你们现在就需要它了。 你们需要使用已经给你们的工具,请将它们全部带上来, 并使用这些工具添加你们的天赋和能力甚至更多。 我们在光之界非常忙碌,关注着你们,关心着你们的每一个需求。 这是魔法和奇迹的时刻。 我是一名炼金术士,我教过你们很多人如何利用这些天赋来改变物质。 你们会看到物质和形式现在在你们眼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切都在改变,这是关于你们的转变和地球的变形。 你们不妨开始接受,没有什么事情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我理解这是很难接受的,坚持过去不会对你们有好处。 你们可以为失去你们所拥有的而悲伤。 但你们必须重新创造你们的生活,你们将处于更高的频率。 旧的做事管道不会支持你们的更高频率。 你们有责任利用来自内心的光,来自你们的心的光,以及来自你们与造物主的联系。 当你们在做上帝的事时,你们会感觉很棒。 你们的先会歌唱,你们的道路会更加开阔。 当然,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10月25日的日时和11月8日的月时所产生的能量将加剧你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这将要求你们深入内心寻找真相,因为你们处于未知的领域。 现在,我可以告诉全世界我所知道的一切,以及该做什么。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相信我,并将我的真相和智慧带到身边。 他还没有准备好让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 自由是我所代表的,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你们需要放下你们的旧身份,你们认为你们是谁,你们必须做什么。 这种内在的发展需要力量,需要你们运用你们的储备,以及你们所拥有的每一点内在力量。 你们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地球。 我们在这里帮助你们做到这一点,但你们必须从内心深处挖掘。 这就是你们来自源头的指导所在。 你们注定是你们的至高无上的真实自我。 无论其他人告诉你们你们是谁,比如父母、家庭教师、朋友和其他人,都只是你们我是存在和你们是谁的一小部分。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 很少人真正知道,你们现在正在经历地球上任何人都见过的最伟大的表演。 这是非凡的,它充满了透明度、新的颜色、闪光点和你们从未见过的事物。 频率已经等待你们使用了好几年,所以让我们准备好,启动你们的DNA编程码,与内在的源头连接,扬生地球和所有生命。 我是地面部队,这是真的,这就是你们的目标和你们的命运。 你们正在连接到你们真正的源头力量,你们将完成工作,这真的是你们的伟大觉醒。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把源头放进你们的内心,尽可能深入。 你们可以做到这一切,我们相互联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有我的角色,你们也有你们的角色。 有些人知道我喜欢被称为奇妙先生,我喜欢这一点,因为我喜欢向你们反映你们是多么的棒。 你们在新的地球和你们在地球上的天堂有多么美好的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让美好时光滚滚而来,让旧时光平淡。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时刻,在你们开始新的生活管道时,你们的全神贯注。 请注意为那些也在觉醒但可能与你们水准不符的人数立好榜样。 这没关系,把自己与他人相比是没有用的,只要做你们能做得最好的自己。 这就是造物主对我们的要求,见我们所能与上帝共同创造最好的东西。 是时候给我一点鼓励了。 我知道你们很好地理解我的话,会把这座讯息分享给其他人。 是时候打开地球礼堂的灯,让他们发光了。 我是圣哲曼,请使用我的紫罗兰火焰。 它将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